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就著晚期乳癌來說 其實症狀是有很多方面的 最簡單可以有一些局部的症狀 譬如乳房可能會有些腫塊 另外皮膚可能有些變化 譬如紅腫或者潰陽 至於如果病不幸抗散身體其他地方 亦都會引起其他症狀 譬如抗散去骨有機會引起骨痛 抗散去肺有機會引起咳嗽氣粗 抗散去肝有機會引起塗脹等等 就著晚期乳癌的分類 很多時我們先要抽取組織去確認 是哪一種乳癌 亦都很多時我們要了解荷爾蒙受體 是否屬於陽性或者陰性 以及要了解腫瘤的生長速度 亦都很重要我們要了解腫瘤擴散的範圍 本身是一些輕微的擴散 還是已經影響到器官有一個功能的受影響 我們最主要是分開藥物治療 放射治療 有時我們都會考慮手術治療 我們集中講藥物治療 通常我們一開始會考慮賀爾蒙治療 因為這是持之有效 而相對來說附作人最少 最能夠保持病人生活質素的方案 我們可以用一些賀爾蒙的口服藥 去控制賀爾蒙 我們都需要用到化學治療 甚至乎我們需要加上標靶治療 來控制病 在個別的情況 例如一些局部比較嚴重的情況 或者有骨轉移的情況 很多時我們都會提議放射治療 利用高能量X光去殺死不好的細胞 如果控制非常好的情況下 我們都可以用手術去增強乳房局部治療 在治療擴散了的荷爾蒙受體陽性軟癌來說 最近我們都有很多新的發展 尤其是在口服的標靶藥上面 更加是有很大的發展 因為以往我們平均來說 如果我們用一些口服的荷爾蒙藥 一般人的控制時間可能只不過是一年左右 尤其是上如果我們加上一些口服標靶藥的話 控制的時間是有機會增加一倍 達到兩年以上 亦都副作是非常之輕微的 常見的副作用可能是包括 是有機會有一些口腔癌 又或者我們可能需要定期去看著那個血球的數目 但大部分來說 這些症狀我們都是用很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得到舒緩 經常都有很多病人或者病人的家人會問我 到底病人可不可以吃雞 或者用一些豆類的製品 譬如豆腐、豆漿 好像雞這樣說 我會說大部分人擔心 其實就不是雞的本身 而是擔心我們人 在那個位置的雞的期間 為了促進生長打一些激素 如果你說 例如看本地的雞隻 很多時候漁龍署規格都很嚴謹 我相信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我都覺得是可以安全食用 實際上如果大家有擔心的話 都可以考慮 只吃過雞肉為主 例如撕掉雞皮、雞膏 那些荷爾蒙很多時候都是積聚在這些地方 至於你說豆類的製品 黃豆的確有些植物的刺激素 而我們都知道這些植物的刺激素 是一些比較弱的刺激素 但我會提醒大家 其實因為始終我們日常 進食的豆類製品 有份量不是很高 例如你說一杯豆漿 幾件豆腐 其實實際上影響很輕微 總而言之我會告訴大家 在我的角度來說 豆類製品 基本上大家可以安心食用 不需要擔心 好 謝謝